十几位妇女朋友排着队 等着要抽血做AMH检测 希望能够了解自己的软潮健康状况 为了增加民众的生育意愿 新主市长高宏安推出了好运政策 维生区标示 目前已经有将近300位的民众 正在进行AMH检测 而动软的疗程所需要的时间比较久 因此目前完成动软的人数 大约是在20几位左右 现在的话我们大概有将近300位 289位的人来申请 然后大概已经完成200位左右 就完成抽血 然后至于说 那个动软的疗程它比较久 现在目前申请的话 将近有200几位 可是实际上完成 因为它整个疗程大概要 将近要两三个月 所以目前完成的话 大概接29位完成这样的一个疗程 对于民众排队检测的进度 新主市长高宏安也是高度关注 他趁着记者会的空档 来到了现场关心民众 鼓励民众积极做好自己 生儿育女的规划 那大家也知道我们在这个 我们动软的补助上面呢 其实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政策 就是AMH的检查 那透过抽血的方式 可以让更多想要生育的女性们 来了解自己软潮的一个健康指数 排软的一个状况 那如果有需要的话呢 就可以及早来选择使用动软的这个疗程的补助 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也包含了我们的诊所协会 我们陈建明理事长 还有包含我们的这个江复产科的江院长 也都亲自来到现场 那还有包含我们林郑凯的诊所 到在现场有设置这个摊位来提供许多 女性朋友们的一个咨询 跟现场就可以来做抽血 那我等一下也会去了解一下 我们现场的一个动线跟环境 希望透过这样子一个跟企业民间的一个 甚至也后续我们也会跟园区 一起来宣导包含AMH的检查 让每一位女性的朋友 更加知道自己身体的状况 并且呢及早规划自己未来的一个 比如说生儿育女的一个打算 我想这些都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助政策 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来使用 在新竹市有很多的职业妇女 因为工作跟家庭的特性 导致错过了妇女最佳的生育年龄 为了帮助这些朋友们 更能够从容地规划人生 高宏安特别提出了动软补助福利政策 希望妇女朋友借着动软 保留最佳的生育能力 有朝一日时间跟能力都许可了 再来安排生儿育女的未来 记者林彦斌新竹采访报道